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文一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一个讲词里 我们研习宋代徐宣出处论的前两段课文 说到具有美德的士君子 在士摘到围 无法在官场上伸展报复的时候 就会选择离开官场到民间去致死其力 可是后代的士人并不了解他们 以为即使是品德操守高尚的士人 也会为了求取官职 而被围博的薪资给绑手绑脚了 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继续来研习徐宣的出处论吧 或曰 博以俗其当文武之士 而为弃之而穷出业 或曰 有人说 博以俗其当文武之士 博以俗其两兄弟 身处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 而为弃之而穷出业 为何他们要抛弃这样英明的君王 而让自己生活在穷困的环境中呢 达约 圣人一字而百利 殊途而同归 天下自大 非一人所能兼也 力之所及 则处一焉 当事时 十万携心 以助减伤之夜 配有余礼仪 故以其不护错意于其间 至于正君臣之大杰 垂百事之大同 则十万不能兼也 故以其以事为极任焉 方其扣马而建 左右欲兵之 太公约 此意事也 服而去之 达约 圣人一字而百利 殊途而同归 达约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圣人一字而百利 同样都是有心于 改善社会的圣人 尽管彼此的终极目标 都是一样的 但对于达成目标的思维 却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 也就是想法不同 殊途而同归 尽管每一位圣人 在实现目标 所走的道路并不相同 也就是做法不同 但是最后的归须 都是一样要给人民 带来幸福 天下自大 非一人所能兼也 天下自大 在整个天下中 需要去进行造福人民的事物 是极为庞大的 非一人所能兼也 并不是单靠天子一个人的智慧力气 就能够同时完成的 力之所及 则处一焉 力之所及 因而身为世人的人 假如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力气 去达成造福人民的目标 则处一焉 就应该选择一项适合自己进行的工作去做 当适时 适乱邪心 当适时 当博以俗其 两兄弟身处于周翁王和周武王的时代 适乱邪心 这个乱字呢 要解释为贤良的 适乱邪心 已经有十位贤良的臣子 同心协力地帮忙治理政务 以住减伤之业 配有余礼仪 故于其不复错意与其间 以住减伤之业 这个简字呢 做消灭解释 以住减伤之业 用来彰显消灭商座王这项工作 配有余礼仪 配字是充沛而有剩余的样子 配有余礼仪 已经是力量充裕 而且还充裕得有剩余了 故于其不复错意与其间 错意是解释为留意或注意 故于其不复错意与其间 所以博于俗其两兄弟 就不再消灭商座王这件工作上 耗贿精神 加以留意了 至于正君臣之大捷 却败誓之大捅 至于正君臣之大捷 至于说到端正君臣之间 应当谨守的重大捷操 却败誓之大捅 垂字是解释为留下 统治做钢纪解释 垂百世之大同 留下足以传承百代的重大钢纪 则实乱不能兼演 故于其以示为己任焉 则实乱不能兼演 那么即使是辅佐周恩王和周武王的十位贤臣 也不能够同时完成的 故于其以示为己任焉 所以博于俗其把这项工作 当成是自己的任务 方其扣马而见 左右欲兵之 方其扣马而见 这个扣字是解释为拉住 方其扣马而见 当他们两个人在路上 拉住周武王的马匹 劝劝周武王不可以不孝不仁 左右欲兵之 这个兵字是解释为攻击 左右欲兵之 而左右的侍卫 想要攻击他们两兄弟的时候 太公曰 此意示也 服而去之 太公曰 这个太公是指太公望 也就是江子崖以上 曰却说 此意示也 意示是指能够谨守道义 而不苟且脱生的人 此意示也 这两位先生 是能够谨守道义 而不苟且脱生的人 你们不可以对他们不礼貌 胡而去之 便将两兄弟参扶到路边 然后军队就离开齐山了 胡以以齐为意 这明己之不亦 故归过以及 以成利益之志 是太公之以己之心也 胡积德累人之胜 因八百诸侯之心 以美独夫之咒 圣业如此 而意示有此之 不始其数 乃之以成花君之二也大疑 则后之帝王 最为其节奏 诸侯之德 为其文武 敢有窥窃者乎 故春秋之时 周氏为若不觉如现 以环文之强大 不敢自用 乃纠和诸侯 以尊王室 这以己之功 所及也 胡以以己为意 这明己之不亦 胡以以己为意 既然太公望推崇 博以俗其的作为 是能够谨守道义 这明己之不亦 那么就已经彰显出自己 不能够谨守道义了 故归过以己 以成利益之志 故归过以己 因此太公望将历史的罪过 归由自己来承担 以成利益之志 而让博以淑琪 完成树立道义形象的心愿 是太公之以己之心也 由此可知 太公望是充分了解 博以淑琪 所以如此作为的用心的 胡积德累人之圣 因八百诸侯之心 胡积德累人之圣 而那一位心存仁慈 累积美德的圣人 周武皇 因八百诸侯之心 他能够顺应八百位诸侯的共同详华 以媚独夫之咒 圣业如此 以媚独夫之咒 率领了军队 其消灭独裁者 丧作王 圣业如此 建立起如此盛大的工业 而义士有此之 不始其数 乃之以成花君之恶也大疑 而义士有此之 然而能够谨受道义 而不苟且脱身的博弈和俗其 却认定周武王的行为很可耻 不始其数 不愿意食用周朝的粮食 乃之以成花君之恶也大疑 由此可知 身为臣子的人 如果敢去攻打自己的君王 这种罪恶是很严重的了 则后知帝王 罪位及节奏 诸侯之德 位己文武 敢有亏阙者乎 则后知帝王 罪位及节奏 因而后代的帝王 假如他所患下的罪过 还没有到达 下节和商座王 那样荒唐的程度 诸侯之德 位己文武 诸侯所累积的人德 还没有到达 周文王和周武王 那样深厚的水准 敢有亏阙者乎 亏阙是等待机会 去偷拿夺取 敢有亏阙者乎 还有谁敢等待机会 去偷拿夺取 天子的尊贵地位呢 故春秋之时 周氏微弱不觉如现 故春秋之时 所以在春秋时代 周氏微弱 尽管周天子的力量 非常微小薄弱 不觉如现 几乎就像将断不断的 施线一样 以繁文字强大 不敢自用 以繁文字强大 但以齐王公 晋文公那样拥有 强大武力的诸侯 不敢自用 也不敢嚣张地 自封为天子 乃纠合诸侯 以尊王室 这以己之功 所及也 乃纠合诸侯 竟然还要集合 所有的诸侯 以尊王室 一起来尊理周天子 这以己之功 所及也 这就是博弈淑琪 的角色功能 所发挥出来的效果 各位同学 刚才徐宣说 博弈淑琪 选择扮演 正君臣之大捷 吹拜师之大统的角色 让后代的为人臣子 像齐王公 晋文公那样 拥有强大武力的诸侯 也不敢嚣张地 自封为天子 而触及犯上的 严重罪恶 那博弈淑琪以后 世人的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说下去 代至秦汉 新替之计 弑君子如主 授所知识 而桑三四号 隐居自若 吾四号则 知汉高之宽冷神无 又三劫辅之 足以安天下 吾代以己故也 及太子之为 留后不能正 于是诱染而其 以救其失 若虎出处之分 高尚之名 皆不以血异 功臣不有 操然而去 代至秦汉 新替之计 世君子如主 授所知识 而桑三四号 隐居自若 代至秦汉 新替之计 到了引擎政权衰微 流汉政权兴起以后 世君子如主 授所知识 天下具有君子 美德的读书人 都认定能为社会 贡献心力的时候 到了昏昏 沾丝的双脚 出所旧云 动荡不拘的局势 而桑三四号 隐居自若 然而隐居在桑三的 东元宫 祈礼祭 夏皇宫和角力先生 等四位白华老人 却自己镇定得如同 往常一样 依然平静地过日之 胡四号泽 知汉高之宽忍神武 有三杰虎之 胡四号泽 知汉高之宽忍神武 因为他们知道 汉高祖心胸宽大 仁慈 用兵也非常巧妙 有三杰虎之 三杰是指汉出三杰 也就是张良 萧赫寒信等三人 根据汉书高地记的记载 汉高祖刘邦 在获得天下以后 成于洛阳的南宫 向列位诸侯跟将领们 宣称自己 所以在楚汉的相互争斗中 能够胜出的原因是 胡并丑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无不如子皇 田国家 胡百姓 吉享贵 不觉良道 无不如萧和 连百万之众 战必胜 功必取 无不如韩信 三者皆仁皆 无能用之 此无所以取天下则也 向于有依而不能用 此所以唯我勤也 意思是 能在营藏中 就事先拟好作战的策略 并且在千里以外的 实际战争里 决定我们军队的 必然获得胜利 这项能力 我不如张子皇 也就是张良 因为张良制子皇 能够填补国家的实力 安抚天下的人民 充分提供 粮食 心想 并且能够让 运送粮想的道路 始终保持着畅通无足 这项能力 我不如萧和 能够同领百万的兵重 每次和敌人交战 都会获得胜利 每回攻打敌人的城市 都会攻打下来 这项能力 我不如韩信 他们三个人 都是杰出的人才 我能够重用他们 这就是我能够 夺取天下的主要原因 在项羽的阵营里 也有一位杰出的人才 他叫做范真 可惜项羽不能够重用他 这也就是整个天下 被我拿下来的原因 所以有三绝虎子的意思是 再加上又有张良 萧和 韩信 这三位杰出的人才 在旁边虎左 足以安天下 无怠以己故也 所以安天下 已经有足够的力量 来安定整个天下 无怠以己故也 不必等待自己出手帮忙 所以他们才没有任何的动作 其太子之为 留侯不能正 于是又揽而其 以救其失 其太子之为 等到太子遭受将被撤换的危险 留侯不能正 连留侯张良 都无法端正大举的时候 于是又揽而其 又揽是才华 出众的样子 于是又揽而其 他们就立刻展现出 超越众人的才华 以救其失 初来挽救 汉高祖刘邦的观念偏差 若胡 出处之分 高尚之意 皆不以血意 若胡 出处之分 当他们决定 有所动作的时候 对于初认为官 或是退为隐士的 世俗分纪 高尚之名 对于高尚名誉的可能 遭受质疑 皆不以血意 血意是解释为戒意 皆不以血意 完全都不去在意 功成不由 操然而去 功成不由 当他们建立起功业以后 不但不把功名 据为己有 操然而去 操然是了无牵挂的样子 操然而去 还了无牵挂的 潇洒离去 以时有应要者 与四号俱增 应读不治 时人为之与约 桑三四号 不如怀阳一老 比应生者 盖之四号 足以安太子 无待遗疾 故不出也 不然 启独劫其身乎 是借大人 君子志功之举 而前笔者 轻为包饼 不亦伤乎 于时有应要者 以四号俱增 应读不治 于时有应要者 而在当时 还有一位叫应要的贤者 以四号俱增 也和桑三四号一样 被太子加以征兆 应读不治 但只有应要 没有前去拜见太子 时人为之与约 桑三四号 不如怀阳一老 时人为之与约 当时的四人 都这样批评他们说 桑三四号 隐居在桑三上 那四位白华老人 不如怀阳一老 还比不上隐居在 淮阳县的这位老人 品德高尚呢 比应生者 盖之四号俱以安太子 比应生者 可是我却这么想 那一位应老先生 盖之四号俱以安太子 大概知道 以四位白华老人的能力 就已经足够让太子的地位 来获得巩固 无怀疑疾 故不出业 无怀疑疾 不必等待自己出手 故不出业 所以他才没有接受太子的征兆 不然 起独结既生乎 不然 假如不是这样 起独结既生乎 他哪里会单单为了维护 个人一生的洁白 就遗忘了 自己对社会应该善尽的责任呢 师皆大人君子志功之局 而前比者轻微包贬 不亦上乎 师皆大人君子志功之局 所以无论是退处于山领也好 述出来为官也罢 以上所说的种种行为 都是圣人和君子大功无私的选择 而前比者轻微包贬 然而一般见识浅薄的人 却轻率地对他们任意加以赞美或是加以贬损 不亦上乎 这不也是有商公道吗 各位同学 关于初主论的课文内容 刚才我们已经研洗完毕了 现在老师要为本篇文章做一个平息 春秋时代 孔子前往齐国 只拜见了齐景公 却不想拜见实际执政的宰相 燕英 齐景公和他的学生子共都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原因 孔子回答说 我听说燕先生前前后后侍奉了三位国君 也就指齐景公 齐庄公和齐景公 都能够顺从三位国君的不同心意去做事 我对他的人品存有怀疑 所以我不想见他 齐景公把孔子的回答 传递给燕子知道 燕子很失望 就加以解释说 我哪是变用三种心思 去迎合三位不同的国君呢 而是三位国君都只有一个心思 想要为人民谋求福利罢了 因而我才顺从他们这个心意 去为他们做事 孔子知道自己错费了燕子 就借由学生载我来表达歉意 燕子也接受孔子的道歉 并且和孔子见面了 以孔子这样智慧的圣人 都不免对燕子的连续 侍奉三位君王产生怀疑 那么连续侍奉八位国君的宰相 宏道 就难免会被欧阳修评问说 其可谓无廉耻则已 意思是 这个人可以说是没有廉耻观念的人了 到了司马光更因此而对宏道 全盘加以火定了 以本篇文上的作者徐宣来说 虽然他不像逢道一样 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事过客 昭伟仇敌目为君臣 意面便时争无愧作 意思是 前前后后侍奉过五个朝代 八个姓氏 他看待自己所侍奉的君王 就像旅馆的老板 看待过往的宾客一样 可以再造成把对方当作仇敌 去拼个你死我活 到了邦晚 又把敌我的关系定位为君臣的关系 毕恭毕敬体 侍奉着人家 他对自己这种快速更改命红 变幻措置的作为 竟然没有任何的惭愧 而是敢于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刻 主动前去面见敌人的首领 当面做激烈的抗争 甚至抗争到 对方都握取了宝剑 准备将他割杀了 徐宣这种事实如归的表现 已经不是逢道 所能够和他相提并论了 更何况是国家已经魅亡 徐宣随同礼遇进入汴京 而被赵匡应指责为 造成两国交战的罪人时 徐宣毅然承担毫不闪躲 他那是贪生怕死的懦弱之徒呢 既然徐宣不是懦弱之徒 那为什么当赵方印被他激怒得握起了宝剑 他怎么立刻闭嘴 而不向明代的石可华 继续慷慨诚实 直接让自己壮烈牺牲呢 就算他一时之间没有考虑周想 来不及在汴京让自己壮烈牺牲 当金银已经被攻打下来 同僚 陈巧都已经为国殉杰了 徐宣也还有机会像陈巧一样来保全明解 而不必跟随着李玉进入汴京 让自己变成了恶臣 很显然的 徐宣对于于始殉杰的作为 有他不同于陈巧和石可华的想法 到底徐宣的心里在想什么呢 如果从本篇文章来看 他心中所想念的 已经不是个人在历史上 是成为劣势或遗老 是忠诚或恶诚这样的考量 他所优先思考的是 如何为天下苍生来谋求更好的出路 因此他把世人的出处依据 定位在能不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 假使自己出来为官 并不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 那么就离开官场 让自己成为农夫 劳工或商人 一旦有了机缘 就再度出来为百姓贡献心力了 徐宣这种想法 也出现在另一篇文章《医影论》里 在《医影论》中他认为所谓的克尽承杰 应当是优以天下 乐以天下 只站在百姓的立场 大公无私地为人民的福利着想 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为得失 作为初处进退的单一考量 徐宣说 意思是 古代那些关怀天下的知识分子 是以一生承担忧国忧民的重责大任 他要让百姓蒙受得责 将他的富贵和长寿看成是百姓的福气 因而当天下的秩序步上轨道了 他会辞退权位 像唐瑶时代的朝府许游就是如此 当天下的秩序呈现问乱了 他会接受权位 像夏节 商座时代的商汤和周五王就是如此 细细品味 依隐论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不就认同于周一所说的 汤五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不就认同于孟子所说的 文诸易乎咒语 未闻四君也吗 既然依隐的举会太假 都是以天下货福 作为考量的无私选择 也是徐宣所认同的 克敬成节 那么徐宣的转世送庭 就和依隐的和氏徽君 和氏徽民的想法一样 都属于世人 当仁不当的天子了 只是在初楚论的文章结尾 徐宣又特别举出 商三四号不如怀扬一老的世俗评论 用来强调 时皆大人 君子至公之局 而前逼者轻微褒贬 不亦相乎 这就耐能寻味了 徐宣为何要做这样的结论呢 倘若我们阅读他的两首诗 就会发现 他非常在意后代对他的评论 这话正说呢 我们先读第一首诗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意思是 我越来越觉得 世人的美好得风 已经日趋淡薄了 还有谁会把动用武力 去攻打别人的霸道行为 当成是可耻的呢 既然天下的乱成节旨 都已经不再害怕会遗臭万年 那么今天再去阅读春秋经 又有何用呢 徐宣为何写这首诗 是不是因为游说照光音失败 以至于心生不满呢 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得知 但在诗句里 他对四风的衰退 对人心的败坏 确实透露出内心的失望和无奈 至于第二首诗 徐宣的叙述就更清楚了 徐宣说 意思是 我的个性生来比较懒散 在许多方面 也没有本事去做改变 只要在朝廷里被人参上一本的时候 就会逼迫自己早早起床 幸好圣民的君王 对我特别的宽容 因此我虽然被人参作 却没有被惩罚 如今被君王特别宽容的恩情 都还没有机会报答 我因平日很少研读医书 已经生难疾病了 由于我的脾胀有所损伤 每当客人要来拜访的时候 我都特别担心需要喝酒 由于我老眼昏花了 每回在灯下读书 都惭愧于没有购买 更为明亮的灯火 想我一生的作为 都跟时代潮流互相违背 直到今天还不懂得急流涌退 可怜我内心姑娘 将来我一定会给自己 招来许多的轻视和怠慢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世教育文化不道 台湾